名偶封雲會 印譚與老旁 封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看 或者收聽封雲局 多謝各位支持 封雲會和本人陶傑 和鮑偉聰的Patreon 也感謝各位陸續加入 有不同的層面和角度探討 不同的問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香港近年大家 我不管你什麼顏色 都一定會同意現在進入一個 好像藥質 發冷發熱 甚至是發神經的狀態 由這個所謂的兵協 國歌事件開始 至公共圖書館 專子漫畫 一波接一浪 最新的受害人 就是國泰航空公司 三名空姐 這件事 始末我相信 各位都知道 我們不會浪費時間 講這個細節 但是 三個航空機上的空姐 在他們休息的時候 是私自用一種輕鬆的方式 去交流一個跟中國的乘客 那個叫做 關於要一張尖的要求 英文字 現在是升級爆炸為國家級的大批判 不止是要這三個空姐 遭到這個解評的處分 現在還升級到 國泰航空公司的營運行為 然後再升級到 整個香港 就是說香港人看不起 所謂內地人的 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所以已經不是指控那三個空姐 也不止指控國泰航空公司 及其背後的英資太古集團 是你整個香港的人 在現在整個大陸 是有14億人口的網絡的大批判之下 就變成另一場國際的風暴 OK 是吧 而且提高到 說到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人歧視普通話的內地人 是絕不允許 現在只不過是三個空姐他們交談 而被一些人非法侵入私隱錄影 錄了那條聲帶 然後在大陸發酵的問題 是吧 現在在這樣的 香港在這樣的氣氛和狀態之下 我就暫時不作道德判斷 因為呢 你如果聽開封雲谷 以及這麼多年 我們那些討論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很奇怪嗎 是吧 是吧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幾天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來龍去脈 現在三個空中服務員就炒了 但是事件沒有平息到 除了特首李家超出來譴責之外 內地官媒人民日報下面的公眾號 也都發文 再加上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也都在微博發表評論 國泰航空在三天裏面道歉了四次 事件還未完結 如果用一句普通的四字詞 就可以說是借傷成毒 即是簡單的一件 本來牽涉到只不過是乘客和服務員之間 我不理誰是誰非 只不過是一件很小的風波 可以投訴 可以中間去和解 甚至道歉 不要緊 但是現在已經上到一個國家級的層次 這件事呢 十足十 你以前說過 好像文革之前 海瑞罷官 這套戲被批判一樣 只不過是個開始 其實這件事還會燒下去 而且特別的是 你看到 無論是官員 建制 連帶 中國大陸裏面 那些網紅 等等 所有人起哄 好像突然間找到 在一個大海裏面 一條大白沙 找到一些血一樣 那種嗜血的行為 和那種瘋狂的狀態 一直在滾雪球下去 所以逃生 其實現在香港人 都不要說黃藍了 其實你做一個正常普通的人 都不容易 因為經常說 去了外國的二等公民 其實現在在香港 你講廣東話 你不講普通話 或者你所謂代客不周 即使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也好 你隨時都會變成這三個機艙服務 這些 這些 你最好先問一下 香港60歲以上的親中外國 因為他們經歷過1967年5月那場神經病 OK 他們是過來人 如果他們還沒死的話 現在他們自己心中有數 這些是一場民族精神病的循環發作 我早就說了 我不帶任何情緒或者道德判斷 是必定會發生 在這樣的大氣候之下 對吧 對不對 好了 如果你說 說英文是歧視乘客 沒錯 在機艙裏面 這三個空姐這樣 在休息的地方 這麼有人性去評論 一些這樣的遊客行為 確實不是太專業 這個 嚴格來說 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是不是值得 擁有國家級的原子彈 是不是 去轟擊三隻烏鷹 是不是 這個是中國 這個近七十年都見得多了 是不是 就是國泰已經道歉 已經處分 但是中國仍然是不罷休 是一口咬住 一口咬住不放 是枉死裡咬 是吧 這些呢 一個正常 或者在西方文明裡面 用常識 去看一件這樣的事情 人都知道 有一個判斷 但是現在 你整個中國覺得 他們是對的 是吧 然後呢 然後你有罪的 是整個香港 然後 然後 就會怎麼樣呢 不如 李家超就加上一口 去批判一份 那不如 是吧 就由李家超 責成整個特區政府 你立刻成立一個 叫做國泰航空公司 叫做危急懲處委員會 然後 你快點 48小時內 公佈一連串的緊急措施 第一 國泰航空公司 應該怎麼懲處 第二 全香港 700萬人 應該 怎樣去分擔責任 然後 48小時內 你不如 立刻 是吧 公佈一連串的政策 例如 譬如 我現在馬上想 譬如說 今後三個月內 全香港的小學 不准講粵語 不准講英文 全體的小學生 由現在開始 三個月內 是由頭 是回學校 到放學 教師上課 和學生應對 全部要用普通話 索性的公佈 一連串的措施 入入小學 小學三個月 然後 就到中學 然後到大學 然後正正式式 要用全香港700萬人的行動 向14億中國人民 自協和認錯 不如這樣 是吧 不要搞到 這種圈蛙 影響到整個環境 是吧 這次事件 你加把口批判是不夠的 因為那個責任在特首那裡 在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 是吧 現在既然整個大陸的14億人民 我簡直是不收貨 是吧 你那三個空姐 是否只是解聘 就已經足夠 是吧 要不要刑事檢控 你一定要有個說法 是吧 好了 如果聘用那三個空姐 的國泰航空公司 是否要進一步追究責任 好了 國泰控股的太古集團 是否要繼續懲處 你的特區政府 應該立刻 是頒布一連續的措施 去平息中國14億人民的路火 和平息環球時報前主筆 中國第一才子胡錫進的憤怒 是吧 是 那你要做事可以 你加把口踩 有用嗎 這件事詭異 或者叫做 不詭異 很正常 很正常 你記不記得在上個月 這個月頭 我們講過兩集 是五一黃金周的時候 有中國大陸的旅客來到香港 在中環一間燒鵝店門口 和店員指罵 跟著前逗 跟著打到滾地 另外 在戲院裏面 也都有中國大陸的遊客 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在初側口角計而動武 上演這個MMA 甚至去到澳門 在賭場裏面 也有那些叫做平頭大漢 就在扭打 當時 李家超並沒有發表任何 這次對國泰事件的這些言論 這次李家超說什麼呢 他就說 對於國泰的歧視風波 言行惡劣 痛憤失望 這些不敬的言行傷害同胞感情 我試試把上述的字眼 其實在五一黃金周的時候 李家超大可以都出來 去指責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在香港 動手動腳 當街打鬥 互相指罵 其實都是言行惡劣 他可以痛憤失望 這些不敬的言行 一樣是傷害香港同胞的感情 但是為什麼 李家超或者 和其相關的官員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呢 而這次 這個國泰的機窗服務員 即使 他一百步說 他的言語 是有一些叫做 不尊重 或者是不專業 但是他的行為 都沒有造成 好像我說的五一黃金周裡面 動手動腳 通地在扭打 兩者相較之下 哪種的言行是惡劣一些 哪種的言行是令人更加覺得 是會傷害感情呢 其實你要比較你就明白了 即是現在我想指出一件事 香港人是二等公民 在同樣的事件上 別的地方的人 我不管是不是中國大陸 這次五一是中國大陸 來到香港 即使在那裡打架 是沒有問題的 調轉是香港人 只要言語上有任何的失當 就已經上到一個國家級批判的層次 那你就看得到 現在誰是上等人 誰是下等人 香港人的處境是什麼 這個就是最客觀的事實 你一比較你就明白了 鮑先生你還浪費這麼多時間 和心機解釋 還要問為什麼 我就直接問也懶得問 我就預請特區政府 立刻頒布一連串的措施 去止血 止血止路 是吧 不能止 如果不是那14億人 是很難得罪得起 你只有那700萬 OK 錯的一定是你 OK 錯的一定是你全香港 錯的一定是太古 一定是國泰 以及一定是三個空姐 我懶得解釋 現在問題是 特區和香港700萬人 應該怎麼做 才可以令到那14億人 是的 以及包括那些粉紅網民 是情緒回復正常 就是這麼簡單 人少這個森林定律 是國泰航空 你的企業文化有問題 那這個企業文化 為什麼有問題 是因為香港的社會 普遍對於普通話 或者不懂英文的人 是大有歧視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們 百多年來 受殖民地統治崇洋 這些心態 所以高高在上 現在一次過 爆發了出來 就要你們 跪低還債 所以 唯有國泰航空 道歉都沒有用 要什麼CEO 林兆波跪低 直接應該跪在那裡認錯 扣頭 才有機會可以解決這件事 可能他扣完頭都不行 還要呢 英資太古洋行裡面的董事 一字橫排出來 90度鞠躬 都要 一定要這樣做 是吧 你剛才說的這些 就比較有建設性了 你可以列幾個方案給國泰 和這個太古參考 是吧 因為呢 當這個叫做 港版國安法通過的時候 我們記得 香港很多財團 都是表態支持 包括太古的 OK 還有這麼多年呢 國泰航空公司 是為了不得罪上面 都是開放他的股權 是給那些中資入股的 OK 同時呢 他以前呢 聽說是英資 或者殖民地 就不太說中文 其實現在也有 是吧 他做了20年 好像都沒有什麼效果 是吧 所以到底應該怎麼懲罰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這麼說 有些人呢 就兩邊都不幫 覺得國泰航空 一來經營不善 二來呢 他好像你說 接受大陸的這個投資 和他很看重 飛去中國其他城市的航線 覺得裡面呢 那些貴客 現在有很多人 去英國都不搭國泰 寧願搭英航 甚至搭其他航空公司 那些芬蘭航空轉機 他都不搭國泰 就是因為 不想光顧他 所以現在 用回你經常說的那四個字 叫求人得人 是吧 那這些讓國泰自己去面對 對不對 那就是特區政府那個層面 就是你既然你特首加把口批判了 那就是你認可 這不只是三個空者的問題 是香港的問題 那你應該做什麼呢 是吧 在特首和特區政府的範圍 你應該公佈一連串措施 我剛才說的是一個提議 是吧 因為現在胡錫進的那個批判文章 你看看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眾號 一個叫合客島 就先出聲的 他說國泰航公司這些空者 就是他們所聲稱的服務人員 歧視內地乘客的消息不是孤勵 就是不是單一事件 他上升到公司有英資背景 OK 看著叫做英資 那些人 似乎 保留了某種崇拜洋人 相對尊重香港人 看不起內外地人的莫名優越 是吧 這個就合拍到 就是跟英資太古那裡計數 是吧 好 然後環球時報 前總編輯胡錫進就說 是吧 他對非廣東地區的內地朋友建議 坐國泰只說普通話 因為內地市場大 國泰你因為非內地的航班 配足能說普通話的空中服務員 是吧 又建議乘外國航空去其他國家 也先說普通話 即是不只辣國泰 即是說 是吧 包括香港700萬人在內的所有14億 如果你們是中國人的話 你坐芬蘭航空 坐英航 坐聯合航空 坐法航 入到去 無論看到那些是美國的金頭髮 白皮膚的空姐 都應該全部講中文 是吧 是吧 講不通才說外文 是吧 即是有一個先後次序 是吧 是吧 所以他說要你遵守這個 protocol的細節 講不通才說外文 那你又知道那個中國乘客一定懂外文 是吧 那他呢 譬如說 起碼胡錫進 就頒布了一個這樣的具體 這個叫實質的措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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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錫進 他都很creative的 他講到這些 剛才你提及的措施 但是其實他 都拉回在所謂抗爭運動期間 他說修例暴播期間 有國泰員工有非常錯的表現 所以其實共產黨就是這樣 你做了一件事 你家公司 即使炒了員工 他都記錄在案 所以現在又提到他 當時國泰航空有機組人員 對於反修例事件裏面的一些立場和態度 所以這次就借商成毒 現在全部群情洶湧 就算你說胡錫進 他最近最新的微博 他都說是收貨的 其實國泰航空炒了人的聲明 但是留言全部不肯 全部呢 哇 張牙舞爪 就要國泰航空 直接要倒閉 胡錫進最近都發生了一些事 因為大陸的笑果文化旗下 這個叫talk show演員 一個勝利的 就在那個talk show裏面 以野狗 是比喻解放軍 就即時遭到大陸的軍方發難差 那當時的胡錫進就說 希望公眾呢 是給這個talk show演員 一個反省和改進的機會 誰知道一出聲 胡錫進都被人批了 就被大陸的網人呢 是批評舉報 是吧 然後呢 胡錫進呢 趕快改口 跟著呢 就說支持 是對這個talk show演員 是嚴懲 所以我叫你小心 你不要呢 現在呢 是冷凍感情去支持國泰 不是明天環球時報 開名招呼風雲谷 我想呢 那時候我不知道 是幫了你還是害了你 我不要支持國泰 我只是指出 現在香港人遭受到的待遇 是不對等的 這是客觀的事實 不對等的 你今天才知道嗎 是吧 要不要畫公仔畫出牆 是吧 當然是不對等的 你問一下大陸 你香港怎麼跟大陸 平起平坐呢 是吧 所以 喂 我今天 我一定不會表態支持 任何方面 因為這個是 是累積的 我只可以分析 說沒錯 現在趁機是跟你計算 因為呢 合客島那裡強調 你是一間英資公司 你的原罪就是一個英字 OK 所以這個 以大陸以前那種文革的批判 這個叫做國泰是一個歷史反革命 現在還沒有計算到你太古 在這個叫殖民地時期 怎麼樣為東印度公司 開拓中國的那個航運 還有有沒有幫手 泛運過鴉片等等 慢慢會計算的 一層層滑下去 OK 還有太古船路 所以 你會想到 在二十年代 在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鎮壓過愛國海員 罷工等等 我懷疑會陸續出籠 是吧 所以這些事情 他們自己高層想好 他們英資在這麽久 我想都經過風浪 對於中國人這個民族 他們1866年已經進入遠東 1866年這個國家 由大清國至中華民國 到現在幾度反覆 這個太古的英國人 你猜心中沒有數嗎 需要我和你教嗎 是吧 所以看他怎樣都要應對 是吧 還有希望特區政府 立刻頒布一連串措施 是吧 香港應該怎樣做 才令到大陸那些人 是不會 是吧 繼續向你們展開大批判 因為你人少 就是這麽簡單 是吧 所以你說你的特首李家超 你要不要用這麽重的詞彙 去落井下石呢 這個就另一回事了 是吧 身為特首 在這些 紛爭裏面 是否應該捍衛香港的整體利益呢 是吧 正如你所說 早前有些大陸遊客 在街上拳打腳踢的時候 為什麽沒有人出聲 還有講英文 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都用過英文來訓斥香港的類似 的類記者 那句英文是什麽 always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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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崇洋 沒有人崇洋得過江澤民 他在外訪的時候 是以唱意大利文歌為榮的 是吧 亦都喜歡說英文的 是吧 陶三 我又不是感情用事 我亦都不是幫國泰航空 我是為香港七八萬裡面 很多招呼大陸遊客 或者要面對這些人的香港人擔心而已 因為如果這個此例一開 或者是這個案例 叫做 以後呢 如果你不懂得說普通話 或者被認為你故意不說普通話 你都會變成國泰航空機艙服務員的處境一樣 就是你歧視著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你是高高在上 用一種殖民地餘孽的心態 去看待這些大陸的同胞 接下來 無論你是譚仔米線 無論你是澳牛 無論你是半島酒店裡面的高級餐廳 你用英文或者用粵語的時候 其實你都有一定的風險 以後是不是所有見到黃面孔的人 都是首先要說普通話呢 如果每一句說話 是不是一定要同時間有粵語 廣東話甚至英文去並行呢 而普通話 如果你擺到第三位你才說 是不是也都是矮化了普通話呢 是不是要第一句就要說普通話呢 當然是的 這些引申很多可能性 不要笑 以前我們用來講笑的東西 無論那套十年的電影一樣 現在可以變成事實的 可以成真的 以後你不講普通話就有事了 這樣吧 我抵得想一點 以第三者的身份 我建議 不如明天開始 今晚零時開始 香港的特首和司局級官員出來講話 全部改用所謂的普通話 好嗎 接著香港的立法會 九十個議員 進到議事廳講話 和特首答文 全部改用普通話 好嗎 好嗎 這個合理 你帶頭 你叫人捐器官自己有沒有登記呢 對不對 對 你叫人在香港接受國民教育 武語教學 你自己子女有沒有第一個留在香港 還是送去澳洲 還是送去英國 都不是第一次的 對不對 對 最老實的 最公正的 就是由特區政府自己帶頭做起 然後讓大陸的網民慢慢釋路 是不是 無論半島、酒店、香港、會 全部用普通話 不要再講英文 對不對 不要再講 包括全香港的戲院 你入口那些荷里活電影 對不對 接著下半年有幾套大片相 你不要用英文 全部用了普通話配音 OK 然後呢 在電影那裡是印回英文字幕 是照顧香港的菲傭 外籍人士 去看回早家荷里活片 調轉來試試玩一下 又看看怎麼樣 這樣也挺新鮮的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萬事 是不能夠激怒大陸 對不對 對 我同意 因為別人下來花錢 OK 唯一叫你國泰航空 要賺人仔 哎呀 你沒得挺直條腰讚的了 要不要跪低 那這個你們自己選 我不是幫他 不是跪低 顧客永遠是對的 中國人民永遠 是不會錯的 錯的 只是你們 就是這樣而已 是不是 跪都不會一定是低下的 你面對這些衣食父母 你跪低都是應該的 你早上早上早上都要敬茶 中國人傳統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醫食父母 對不對 所以就不需要這麼動氣 對不對 我們在外面來看 都覺得這場戲 挺有娛樂性 就是這樣 可以怎樣 我不會說誰對誰錯 你覺得誰對誰錯 你覺得 好 這個節目最好 希望明天特區政府 所有司局級官員 特首出來說話 全部改用普通話 還有 帶頭的就是 90個立法會議員 全部用普通話 然後 然後 全個香港各行各業 是分批跟進 沒錯 為時多久 不知道 暫時我覺得輕判一點 三個月 直到上面 夠了 可以了 那你才改用 再加上廣東話 三個月看看上面如何 好嗎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 多謝各位支持這個風雲 用粵語講的風雲局 當然我們也會有 正體字字幕版 給海外非廣東裔的人士 我們繼續欣賞 當然還有本人 和阿爸韋聰的Patreon 也多謝各位加油 好 下次節目時間 拜拜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台灣的香港人 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 是不是會好過現在民進黨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 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說到Youtube的時候 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 他聽到之後 縮然起勁 突然間 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些KOL 我不會學某一個在台灣之心的那個 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我們風雲局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 法西斯 律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厲害 這條帶給他看到 又翻臉 他說沒有人 他說你老哥 說風雲谷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同台 你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天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講完學了他 我知道 而且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手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鍵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 陶揭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品 大家的支持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再次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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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多謝大家